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我们的主题单元 今天要来聊的是 2024年下半年的桃花攻略 大家要先记得 因为我们进入了风向时代 下半年沐昕也在双子座 所以其实一个很简单 一致性的一个攻略就是 每一个人应该要不要带偏见的 先去认识人 多认识量大才会质变 对不对 想想看如果你的成功机会只有10% 你如果只认识了一个人 大概就是不太会成功了 但如果你认识10个人 有可能会成功一个人 如果你认识20个人 就会有两个人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抱持着这种心态 就是不要太早下断论 去认识朋友 那么我觉得自然然 就会有一些好的成果出现 这是一个下半年的通责 那既然如此呢 我们还是要来聊聊 各个星座的攻略 首先呢 当然大家已经听到耳朵 到长简的就是 上升或太阳在风向的族群 包括双子天秤还有这个水瓶座 你们下半年的桃花感情运 绝对是最旺的 为什么 因为老天爷给你们机会 你们出去呢 可能就不小心就会认识人 或是撞到人 所以机会就特别多 再加上你们其实 比较不会就是 顾步自封啦 把自己呢 关的很紧 你们愿意给别人的机会 那当然就会 有很多很好的桃花出现 那这三个星座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首先呢是这个双子座 上升或太阳在双子的朋友 基本上我觉得你下半年 桃花跟恋爱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有问题 一定是你自费武功 好就是你不想要让桃花来找你 那或者是你自己打扮穿着 就是把自己关起来 不让别人注意到你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交朋友 有桃花的话呢 我觉得下半年 请你尽量的打扮 好尽量让别人看到你 然后呢你的心态要调整 如果你常常就是 我要交男朋友交男朋友 可是你心便没有想要交男朋友 其实这也是不OK的 或者是反过来 我不需要男朋友 不需要女朋友 其实你很想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去启动你 在下半年的这个好运 所以记得你要避免口是心非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很多双子座朋友他非常需要自由 他可能一开始觉得 这个男女朋友不错啊 有机会认识 就一前进发现对方 好像想绑住你 想要就开始要 这个一对一黏住你 你可能就后退就闪了 知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 双子的朋友要好好沟通 那天秤座的朋友呢 在下半年 你特别容易有 有外国远地的这种桃花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是单身的朋友 我觉得你非常适合 哎怎么样 也许是出国旅行啦 或者是呢 可以去认识一些外国远地 不同背景的朋友 那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你们能不能够有 共同的这种想法跟信念 因为下半年 这个天秤座的朋友 也非常适合跟那种 跟你有一点点 不一样背景的人 特别有缘 那当然你也可能会透过 像宗教或哲学方面的 一些缘分啊 发展感情 比方说你在教会里认识 这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给这个天秤座的朋友参考 那对于水瓶座来讲 下半年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勇气 就是有些机会就来到你身边 只是看你要不要跨过去而已 如果你愿意跨过去 那就会成功 那甚至主动一点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那另外你的机会 往往都会在很多这种 玩乐娱乐运动的场合出现 比方说你去跟朋友打球啦 或是帮朋友这个球队加油啦 有可能在那个环境里面 就会认识一些新朋友 有共同兴趣就可以往前走 再来呢 你在发展兴趣的时候呢 你要思考一下 如果你喜欢的对象是女性 那你当然要去参加一些 女性比较多的活动 如果你喜欢的是男性 当然要往男性多的活动去靠近 这样子成功激励绝对会高很多 这是风向的族群 再来呢下半年 我觉得也不错机会的就是 上升或太阳在火象的朋友 包括了白羊狮子 以及射手座 这个族群呢下半年也有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机会在于呢 你们是一个对于感觉很忠诚的 忠实的人 你有感觉你就会行动 这是好事 下半年适合如此 其中呢又以这个上升或太阳在 射手座的朋友感情运势最旺 那么对于射手座来讲 你的攻略就是直接行动 靠近对象 如果你发现你都没有机会 那势必代表你的环境出了问题 所以呢上升或太阳在射手座朋友 你就要去思考 能不能够转换环境 换工作 或者是工作以外的时间 你会到哪里去去玩 或者是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认识新的朋友 你的环境如果不改变 那当然你的机会就会维持现状 可是呢我觉得在下半年你是有机会的 所以你不要去就是怀疑太多想太多 就大胆的出击吧 那再来呢是上升或太阳在射手座朋友 下半年你的机会都在朋友圈里 朋友可能都是那种可以帮你牵线的 这个月下老人 那射手座有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你看起来在工作上或是朋友圈里面很风光 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很宅 你们还是会在自己的那个圈内 所以呢如何让朋友帮你介绍 或是你去增加你的新的朋友圈 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试作你不要太懒 你知道这个试作有时候很像大神 这个人家要请你出去绕镜 你都觉得很懒散对不对 下半年你很需要出去绕镜绕一绕 多看看 那么机会就会在这个其中出现 那你已经有对象的朋友 当然就很适合跟你的情人一起参加 朋友圈的活动 往往呢感情会增温 会往一个共同的方向走 那么上次会在白羊做朋友呢 下半年呢你的感情运势是 要能够聊得来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参加一些 跟你能够有共同话题的一些活动或社团 比方说你喜欢看电影 在家电影社啦 找朋友去看电影啦 你喜欢吃美食红酒 那当然一样往那个方向走 特别容易有共同的话题的时候 自然然聊开了 彼此在拉人认识人 机会就比较多 甚至在网路上也是如此啊 讨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可能你就会认识同好 对不对 那这个机会自然大的很多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就是 上升或太阳在土象的族群 包括了金牛 处女 还有摩羯座 那么这个族群虽然下半年呢 不是被我们排在最怎么讲 桃花最旺的族群 可是他们还是有机会 比方说金牛座的你 其实呢 你可能对某些人已经有好感了 或是你已经有一些想法了 那么下半年你会注意到 可能某些人很喜欢跟你唱反调啊 或者是呢常常这个斗嘴的朋友 有可能你们之间已经有火花出现了 反过来讲 如果你发现下半年 金牛座怎么老是跟你 吵吵闹闹闹的 打是情罢是爱哦 不打不相识啊 在下半年特别容易是这个金牛座 它的一个爱情模式 所以我觉得 只要你懂得拿捏那个界限 那个幽默感 我觉得金牛座也是有很多 机会在身边的 那么对于上升或太阳在 处女座朋友很有趣 我觉得处女座 应该算是这个土相里面感情 桃花在下半年最旺的 你是很容易交往 很容易结婚 很容易有桃花或恋爱 但是呢它有个条件 如果不是你非常仰慕仰望 崇拜的对象 那反过来 可能是你被对方崇拜 你被对方追求 你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呢常常处女座很容易 会在下半年可能跟你喜欢的 比方说偶像 比方说公司里面的前辈 或主管谈恋爱 要不然就反过来 也有人有求于你 然后呢请你帮忙 向你学习 然后对你好崇拜 你实在无法拒绝它的 爱慕的眼神 这个就很容易擦出火花 那刚好 处女座就很容易去 帮别人 服务别人 这个就是一个爱情的机会 那么对于上升或太阳 像在摩羯座的朋友来讲 下半年你们的桃花稍微弱一点 可是它有一个钥匙 逆转的关键 是什么呢 就是情趣 摩羯座有的时候是闷骚 或者是呢 可能你很习惯固定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是单身的朋友 最好呢下半年要找一个事情 让你自己可以做改变 你很安静的朋友 也许你可以去做一个 比较需要跟人互动的活动 喜欢热闹的朋友 也许你可以去接触一些 比较说是这种比较说画画啦 或是做一些这个手工的一些课程 去认识一些新朋友 也不一定 就是去培养不同的兴趣 找到那个有趣的地方 往往会让你自己更有魅力 那如果你是已经有对象 已经在婚姻的朋友 我觉得 你要跟你的情人来讲 不一样的小旅行小活动 那么你的这个桃花 跟你的荷尔蒙才会滋长 才会有这样更多的桃花出现 最后聊到的是水象星座 包括了上升 火太阳在巨蟹 天蝎 还有双鱼座 这个族群也蛮有趣的 以巨蟹座来讲 下半年它的感情运势很特别 它们是属于那种暴雨型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起来感情世界好像沙漠 可是可能会忽然有一个暴雨出来 然后就有绿洲了 可是可能绿洲的时间不会太长 所以下半年巨蟹座的朋友 你一定要在关键的时刻 好 把握机会或是出手 比方说7月或11月左右 是你在感情上面机会特别多的时候 那你就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 或是有人开始对你表态 你也会觉得想要拒绝 也不想去了解 好等等等 给自己给对方点机会 我觉得比较好 再来上升或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 你的感情运势在整个下半年是有的 但是很有趣 其实2024年的天蝎座 在感情上面有一种结束重生的现象 有些天蝎座的朋友可能在今年分手 离婚 但是反过来讲 也有可能天蝎座在今年怎么样 恋爱再婚在一起 所以它有一种结束了一个状况 再走进另外一个状况的现象 那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是 跟这个现有的关系 改善 所以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 对不对 这个夫妻变朋友 朋友变夫妻 对不对也是可能的 那所以下半年呢 这个天蝎座的感情的重点是什么 你要留一点点距离的美感 你要留一点点的这个神秘的感觉 有的时候你太控制对方 太想了解对方的一些细节 对方会怕 你如果让对方知道太多你的事情 对方可能也会觉得烦 所以我觉得 那个距离的美感 如果天蝎座在下半年拿捏的好 有点黏又不会太黏 我觉得你的感情 跟桃花都会变得比较好 最后是双鱼座 双鱼座呢也是水象星座里面 今年很容易结婚 或是恋爱交往的族群 那么双鱼座在今年呢 下半年本来就有一个成家或同居的机会 所以你的关键就在于 你是不是能够跟你喜欢的人朝夕相处 你有一种那个进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 可能常常互动熟了久了 很多事情自然然就是往前推进 往前推进 所以记得要跟你喜欢的人稍微靠近点 自然然的拉近彼此距离 我觉得这个是你很容易增进感情的方法 那桃花也是一样 因为你都是在附近 如果你现在旁边就是沙漠 就没有什么对象 那当然你可能要去思考 你是不是要去创造环境 改变环境 那自然然你的机会就会增加了 以上呢就是我对下半年 十二个星座的桃花的建议 希望大家在下半年的感情都很幸福快乐 那当然就算只有自己一个人 我们也可以保持着好像在恋爱的心情一样 让自己过得很开心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